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药台商情 我是陈彦竹 一起来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焦点 近日多项数据显示 内地消费持续低迷 失业率上升 不过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就称 从中长期来看 消费结构升级的形势不会变 周二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幅触及去年8月来的最低水平 连续第5个月不及预期 而消费持续低迷 多数消费品增速回落 基建投资拖累1日7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并令得其增速再创纪录新低 而调查显示 失业率也升至年内高位 分析师普遍认为 7月中国经济继续走弱 下行压力没有明显缓解 显示在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 下半年经济寻底之路仍然漫漫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目前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但中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基本面 不会发生变化 下半年随着政策的落实和项目审批的加快 放缓的基建投资增速大概率企稳反弹 而经济数据显示 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持续低迷 7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及预期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按年跌2% 连续三个月呈现负增长 中国上月将进口汽车关税 从25%下调至15% 单位报复美国关税措施 中国上月将美国产汽车 加征了25%的惩罚性关税 总税率高达40% 国家统计局表示 进口关税和电商促销活动 扰动了短线消费增长 但从中长期来看 消费市场扩容 消费结构升级的形式将不会改变 消费平稳增长 是有支撑条件和基础的 亚台第一卫视综合报道 好 今天节目时间 我们请到的是 金立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 黄德基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欢迎您DK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7月的消费的整个数据 还是比较低迷的 那么其中的这个汽车 也是按年下跌了2% 而且也是连续三个月在下跌 那你觉得这个结果 是不是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当中 这个汽车关税的影响呢 好的 首先就是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焦点所在 就是汽车工业 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没办法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是不对等 还是美国还是三对中国 这个出口还是有一个异差 所以呢就是从就是两国在 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啊 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关注的焦点 就是在汽车工业当中 因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常常说 就是啊 为什么就是这个美国进口道 就是中国的汽车要给那么高的关税 所以呢就是他把这个关税上调到 25%也是很顺利成章的一个概念 反过来说他没有说到的就是匹克车进口的关税 基本上没有就是乘用车那么高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是中国也是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啊 还是比较针对美国进口的 我们说的多用途的汽车 SUV这一类的汽车 所以呢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在内地的汽车的零售市场 就是有个别很受欢迎的一些型号啊 特别是一些进口的SUV 因为这是因为这个关税的这个原因 在内地的这个销销的零售的价格 就是难以避免就是上调 从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 有部分就是德国的品牌在美国生产的 或者是真的美国的品牌进口的汽车 特别是SUV的这一类 受欢迎的这一类就是切行啊 这个零售价格普遍已经有百分之二 到百分之五的这个增加 这个加价的情况呢 也影响到就是就是内地的民众购买 这一类的SUV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就选好不好 就是选本土的品牌啦 就是内地的品牌 或者就是每受到了这个贸易战影响下 这个价格没有上调的一些的选择 所以呢我觉得坦白说 现在为什么这个SUV的这个情况 好像慢了就是也受到了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这个是从数字来看 真的出现了怎样的情况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主要是零售消费这一块 那其实在这个经济数据当中 包括像投资啊工业 它的这个增长也是逊于市场预期的 那么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数字 都不是那么理想 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的 这个拐点即将到来呢 坦白说就是增长方慢而已 也是没有一个太大的这个下行的压力 不过呢从最近的经济数据 不论是通胀有关的 或者是零售销售的有关的 就是还有呢是固定资产投资有关的 我们看到其实所有刚才你提到一系列的数据 也出现一个泛慢的情况 不论是这个PPI或者是就是整体零售销售 固定资产投资 刚刚七月份的数字也是比市场预期要差的 所以反过来说是怎么样的原因呢 真的可能跟这个贸易战是有关 因为呢就是部分出口商他们还是比较担心 现在第一轮的这个关税还没影响到我 不过第二轮呢第三轮呢会不会影响到我呢 所以当他们要出口特别是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一些 就是不论是你是从事那个行业 你是做家具的或者是汽车零部件的 或者是其他的是工业产品这个投资的就是动力 或者是他们要就是国产的这个空间 基本上是越来越小 反过来他们还是在想 如果真的要做这个美国商业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在其他的国家 比方说一些东南亚的国家成立一个生产线 不过他们就可能想就是 可能就是现在才建这个生产线也不行啊 可能建到这个生产线建完的时候 这个特朗普也没有这个美国总统当了 是他的总统任期已经完了 可能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这个贸易战又不全摘了 如果没有特朗普 所以呢就是还是有一个比较观望的这个态度 所以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 那特别是七月份的内地的经济数据 真的出现好像有一个比较明显泛曼的情况 我们再单看一下这个投资方面 那这个数据也不是太理想 但是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房地产投资这一块 它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而且是一枝独秀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七月房地产投资的增速 是创下了两年的一个新高 其实内地今年年初有非常多的城市 都是陆续出现了这样的限购政策 去调控楼市 当然反而这个房地产的增速 还是在不断地在加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先说说我的感觉跟看法 就是哪有麻烦 为什么就是反映了这个政策 就是调控不论是限购啊 限贷啊怎么样的措施 也没有太好的效果 所以呢就是未来从这个宏观调控的角度 还是有加大压力的这个风险 好像我们最近也看到了 在香港上市的很多内房股 股价表现也不算太好 可能投资者在想 为什么出现涨值的情况啊 他们的财报表现非常的好啊 有部分就是发了这个 就是盈利一个比较有亮眼增长的预告啊等等 为什么他们的股价还是比较低迷 这个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正在想 这个碧桂圆可能就是一万个亿的销售金额 一年哦不是两年三年 一年可以得到那么高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数字 就是在香港的投资者来想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他们真的有机会做到 反映了就是这个基本的需求是很大 不过呢就是也反过来说就是最近啊 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 内地从不同的就是金车也有很多就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 还有呢就是关注一些过往常常有的问题 比方比方说这个假离婚啊 怎样有一些的买房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映了未来可能三季度的这个数据 特别是这个绝对销售的金额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放慢一点的情况 就是传统金酒饮食的这个这个行情可能没有太火热 这是因为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调控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板块 好像就是就是过去刚刚一季度的数据表现那么好 不过房地产特别是内房股在表现 好像有一些背道而起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现在在整个这个大环境 这个贸易战的环境之下呢 我其实跟我们最新相关的还是货币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最近是一直在持续下跌 也让整个市场非常担忧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呢 这个人民币已经跌破到6.9了 而且是创下连续15个月的一个低位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从8月份开始 今年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跌下去呢 当然如果真的要去比较个别新市场的货币呢 好像这个土耳其你看 这个货币跌得好厉害 其实人民币已经有一个上对比较稳定的这个表现 因为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个美元继续久强 或者说就是明年他们联邦局的加息的这个幅度跟这个速度可能加快 因为现在就是美国的问题了 第一 为什么美元最近那么强呢 就是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贸易战 它就是把这个加拿大怎么样土耳其进口的钢铁 就是加了很大的这个关税 最后就是有一个效果最简单 就是在美国本土的钢铁的价格 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火热的这个行情 其实对于他们美国本土的经济 是大了负面影响 最小就是从PPI的角度 有一个就是通胀幸运的压力 不过为什么这个美元继续久强 就是因为市场普遍预期 明年美国的加息可能有机会 这个速度可能就是加快 所以呢就是美元走强的时候 人民币还是没办法走低 这避免不了这个情况 不过我觉得还是人民银行是相对来讲 比别过的一些中央银行 有更加多的工具去维持这个货币的稳定 所以呢就是在显著下跌的这个风险 跟空间坦白说也不算太大了 好那我们再聊聊这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那这个OPEC和EIA呢 就是国际能源署最近发表的这个 月度油市的展望当中也警告了说 中美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争端 可能会为全球石油的这个需求增长 带来一个风险 那么美国现在马上要开启对伊朗的这样的制裁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动荡的环境之下 您觉得接下来油价的一个走势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就是全球的这有点所在 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技裁啊对伊朗啊是很忙的 你要知道他不是单单只自己做实施这样子的 这个技裁的这个行动 他还是要别国也配合这个美国的这个决定 这个很奇怪 不过呢对我的短期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油价的分析 会不会就是伊朗现在起到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作用呢 虽然他也是OPEC其中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残油国 还是有部分的人也认为如果他伊朗真的要做出一个 就是回应的时候 如果他把自己的这个原油就是不出口 也就是把这个海河就是封闭起来 其实你其他中东的国家也受到了影响 不过我觉得这个空间也不太大 因为呢如果真的就是伊朗单方面影响到整个OPEC 在中东地区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这个情况呢 其他中东的国家也也不可能就是容许他这样子做啊 所以呢他还是比较就是指导他自己就是对抗美国 所以呢我觉得短期因为比较担心的是不是地人禁止的风险 反过来说是经济就是走地的风险 所以短期来讲呢这个油价还是有这个回落的压力 嗯好的谢谢Digi的分析 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